7月22日,据相关资料显示,胡海泉持股的某文化传媒公司再次被法院执行,执行的标为63000多元,该公司今年5月就已经被执行过一次,当时的金额是177万元左右,加上这次,总金额已经高达183万元,该公司由马勒担任最终受益人,胡海泉占有4.16%左右的股份。 胡海泉近日风波不断,在林生斌被爆利用王七热度赚钱后,有网友发出林生斌曾经和胡海泉的另一家公司签约做直播带货,此前胡海泉也多次在网上晒出过和林生斌的合照,他们两人被偶遇一起聚餐的照片也在网上曝光,似乎私下就是关系不错的朋友,不过胡海泉方面很快就发生和林生斌撇清关系,他们表示和林生斌的合作关系已经在2021年年初结束,其他方面胡海泉和林生斌没有任何关系。 在陈宇凡出事后,胡海泉就一直在努力发展副业,除了开网红MCN公司,还和陈鹤等人一样投资开了火锅店,取名为寻喜锅。 但这家店也被其他品牌发文指责抄袭,原创品牌表示胡海泉的店从餐厅装修风格到创意菜品等各方面都和自己家的很雷同,并晒出多张对比图。 对于这些争议,胡海泉并没有回应,或许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音乐,此前他都在忙着录制节目天赐的声音,希望一人做副业能遵守法律和道德规则。